大同股東不得其門而入 氣得拿出通知單破口大罵 與門口糾察隊僵持不下 也惹得後頭其他股東不滿 公司派與市場派再度交鋒 大同公司找來上百名 可以糾察隊阻擋部分股東入場 就連工會來現場聲援大同 立抗市場派 大同工會 整個集團的工會 我們集結在這裡 我們一個很團結的一個象徵 請大同公司代表的律師 可以出來說明 為什麼不讓股東進場 有出去委託出或什麼 我們的文件一切合法 我們有出席簽到卡 也有指派書 不讓股東補單 不讓股東參加會議 這就是大同嗎 我現在錄影存在 不只場外一團混亂 就連場內也幾乎站滿 黑衣糾察隊 股東們根本看不到主席台 抗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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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年正逢董監事改選 也讓公司派與市場派 角立白的話 公司派提名現任 董事長林郭文彥 市場派則是提名 三元建設董事長王光祥 以及前中綱董事長林文彥 擔任一班董事 但股東會議程多次被打斷 市場派還指控 股數幾乎被封存 沒有表決權 不可能有當選席次 為了這場股東會 不少市場派股東 前一天下午就到場排隊 而大同公司也祭出 糾察隊反制 排出特定身份股東入場 成了國內上市櫃公司股東會 罕見情況 記者陳子芬謝惟一 SNG小組台北報導 中綱